如果拉蒂兹变成好人 跟悟空比克一块抵御贝吉塔和拿帕的入侵 龙珠故事会怎么发展呢 故事开始与拉蒂兹绑架了悟范 跟比克和悟空大战 悟空抓住拉蒂兹 比克趁机汇聚魔怪光沙炮 悟空让比克抓紧 自己要抓不住拉蒂兹了 比克兴奋地喊道 孙悟空虽然有点胜之不武 可我想说能把你和你的哥哥一块杀死 我求之不得 拉蒂兹之前就尝过魔怪光沙炮的威力 他开始恳求悟空放过自己 自己保证立马离开地球 并且永远不再回来 悟空告诉他 已经晚了 自己曾经给过他一次机会 可他却没有珍惜 悟空特地强调 就算他是自己的亲哥哥 自己也不会让他活着离开 在拉蒂兹惊恐的目光中 比克发射了魔怪光沙炮 但在关键时刻 拉蒂兹挣脱了悟空的前置 魔怪光沙炮从他肚子擦过 悟空却被贯穿 这个结局让比克无法接受 而拉蒂兹这边 虽然没被正面击中 他坚持着没有倒下 对着比克泼口大骂 一定会砍掉他的狗头 说完 拉蒂兹急速冲向比克 一拳狠狠地砸在比克脸上 将他砸倒在地 拉蒂兹踩在比克脸上 没有立即杀死他 而是像所有反派一样 准备蹂躏比克 他讥讽比克 为打倒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自己也应该给他一点回报 他让比克有什么临重医院 尽管说吧 比克死死地看着拉蒂兹 没有吭声 不一会 拉蒂兹发现 自己的伤势越来越重了 他的飞船也被悟范摧毁了 没有工具疗伤了 现在他被困在这个该死的星球上 他扫尸过战场 悟空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不足为据 而他身前正式昏死过去的悟范 拉蒂兹开始担心 这个小孩太强大了 如果等他苏醒过来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 肯定会被他杀死的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杀了悟范 正准备动手的拉蒂兹才想起来 自己脚下还有一个那美克人呢 看着脚下的比克 拉蒂兹嘲讽道 既然你没有遗言 那就去死吧 比克突然开口 他表示自己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是关于地球的 地球上有件宝物 可以起死回生 像他的这种小伤 瞬间就可以治愈 拉蒂兹一愣 刚准备让他交代 却猛然反应过来 这个家伙是在拖延时间 他让比克少来 他确实有些手段 等自己送他到了地狱 他可以在地狱里尽情炫技了 关键时刻 比克怒吼出声 一只魔爪伸出 拉蒂兹口吐鲜血 似乎受到了重创 原来比克 在刚才的瞬间 恢复了断臂 并且顺势攻击了拉蒂兹的伤口 接着勾腿踢脸 拉蒂兹被击飞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 比克趁机跳起 他抚摸着手腕 不懈地说道 塞亚人 这样你都不死 你们塞亚人真是一群怪物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刚刚确实在拖延时间 却没有骗你 地球上确实有宝物 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地球人会用那个东西 复活孙悟空 但你 则将永远待在地狱了 听着比克的话 拉蒂兹满脸惊恐 他看到 死亡在向他走来 此时地球战士 乘坐布马的飞船来到了这里 龟仙人看到 比克和拉蒂兹的站位 推测他们打赢了 布马夸赞悟空干得漂亮 克林却忧心忡忡 从刚刚他就注意到 悟空的气变得十分微弱 他们乘坐飞机找了好意会 终于找到了悟空 看到悟空的惨状 克林猛了 他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克林当即跑下去 准备拯救悟空 比克注意到他们 轻声说道 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伤心什么 用龙珠就可以复活孙悟空了 只是等他复活了 自己会再次杀掉他 这些话被拉蒂兹听到了 他利用探测器 传送给了贝吉塔 千里之外的拿怕听到消息后 下意识地 要夺取龙珠 复活拉蒂兹 然后再征服地球 卖个高价 拉蒂兹提出 他们也可以复活孙悟空 他们可以用武力 抢获他为他们工作 为了说服贝吉塔 拉蒂兹特别提出 孙悟空可能很弱 可他有个儿子 千里不容小觑 他们五个塞亚人联合在一起 以后推翻弗利萨 也有更多的胜算 贝吉塔听完以后 面无表情地问道 既然能实现任何愿望 为什么要复活你们两个 闻言 拉蒂兹如遭雷击 他知道塞亚人冷酷 可没想到贝吉塔这么绝情 哪怕 也想给拉蒂兹求情 他问贝吉塔 真的不考虑下拉蒂兹的建议 毕竟他们塞亚人真的不多了 而且他们应该去 研究一下这个龙珠 到时候 那个卡卡罗特 可能会帮上忙 贝吉塔同意哪怕的观点 他们当然应该研究一下龙珠 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机会 不能轻视 可如果是真的 用这样宝贵的机会 去复活两个废物 实在是暴殖天物 拉蒂兹彻底破防了 他大声叫喊起来 自己一直忠心于 他贝吉塔 现在他都要来地球了 却不愿意复活自己 难道自己 他想知道对方在跟谁说话 很快彼克想起 拉蒂兹说过 他有两个更强的伙伴 彼克断定 拉蒂兹在跟那些家伙沟通 拉蒂兹没想到 自己一时激动暴露了 彼克当即出手 准备彻底消灭他 拉蒂兹害怕地求饶起来 这时 一道声音阻止了彼克 是龟仙人 他让彼克别冲动 如果拉蒂兹真的有 更厉害的同伙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知己知彼 如果杀了拉蒂兹 他们就陷入被动吗 彼克当即怒斥彼仙人 难道他认为 他有资格教彼克大魔王做事吗 彼仙人让彼克别误会 自己不是教他 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已 另外彼仙人指出 宽恕不会伤害任何人 比如 当初在天下第一武道会 悟空就饶了彼克一命 正因为这个原因 彼克才有所改变 现在 他才会为了地球而战 彼克大骂彼仙人 别自作聪明了 自己之所以跟拉蒂兹战斗 只是为了不让他成为 自己征服地球的阻碍 听着他们的争吵 拉蒂兹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 一旁都悟空出生了 他赞同归仙人的看法 虽然他也不相信拉蒂兹 但他知道 归仙人的眼光和智慧 而且悟空提到 其实自己并不想杀死拉蒂兹 之前说那样的狠话 只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 因为他觉得拉蒂兹很厉害 他希望自己以后 还有机会跟他战斗 听着悟空的话 拉蒂兹似乎有些触动 彼克扭头问悟空 他就那么确定 自己会让神龙复活他 眼见悟空没有回答 彼克接着说 好吧 如果你的小伙伴没有别的想法 你会在几天后复活 归仙人补充道 那时候 拉蒂兹还没有完全复原 如果他还想破坏地球 悟空和彼克 可以再联手打败他 此时一旁的拉蒂兹 已经陷入了深思 自己一直以为可以信赖的伙伴 居然在生死关头 抛弃了自己 自己视如毙 甚至想要杀死的亲兄弟 却愿意不计前嫌 放过自己 到底什么是真的 这么想着 拉蒂兹情绪逐渐失控 终于 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发出 这一声把众人都吓了一跳 哪怕和贝吉塔的身影 不断在拉蒂兹脑海里浮现 他的情绪越发的激动 身子也跟着扭动起来 最后一口鲜血喷出 拉蒂兹昏死了过去 等到拉蒂兹醒来 他的身上躲着几层风带 躺在胶囊公司的 一间医疗室里 等他清醒过来后 他开始打量着四周 并喃喃自语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想了一会 索性直接下了床 他暗动开关 准备出去 却迎头碰见一个女孩 正是我们初代塞亚人蓝琪女士 不得不说 壮壮看这个窗户式装的蓝琪 也是风韵犹存呀 此时尽头来到宇宙之中 这是一颗陌生的星球 在这里 似乎有些人正在说着什么 一个霍巴克的家伙 对他的伙计说 他曾经也是一位帝王 他的小伙伴打断 他说自己早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故事 他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霍巴克却没有停下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 他与原生家庭割裂之后 开始了游侠生活 他致力于打击罪恶 在自己的星球上 消灭了整整四千个邪恶组织 那时候 他就是全民偶像 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 整颗星球的帝王 只是好景不长 后来弗丽萨出现了 在见到弗丽萨的那一刻 霍巴克就知道 一切都完了 他早就听说过弗丽萨的名头 自己只是星球帝王 弗丽萨可是迎合帝王啊 幸运的是 弗丽萨没有杀掉他 而是选择跟他合作 让霍巴克带领星球 成为弗丽萨军团的附属星球 为他们做事 虽然曾经的帝王 在弗丽萨军团里 只能做一个小兵 可起码他还活着 霍巴克继续讲述 他加入弗丽萨军团的第一天 他不得不去找弗丽萨的一个手下领取任务 那个人有个外号叫玫瑰 听到这个外号后 霍巴克的小伙伴问那个家伙 是不是多多利亚 霍巴克告诉他不是 因为多多利亚是后来接替玫瑰的 玫瑰因为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被弗丽萨捏碎了脑袋 霍巴克得意地表示 对方还是太年轻 这些故事 只有他们经历过的老人 才了解真相 霍巴克接着讲述 玫瑰再见到他后 使用了探测器 在看到探测器上的树枝后 玫瑰就开始嘲笑他的战斗力 随后将他分配到一个 专门负责清扫战场的后备队 因此 霍巴克愤慨地表示 他很高兴 那个家伙已经死了 因为那个人 把他从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变成了笑话 说话间 两名士兵到达了一座建筑物的废墟旁 霍巴克的同伴质疑 一个孩子 真的能够造成这样的破坏吗 霍巴克说 对那些人来说 这样的破坏 就像撒鸟活泥一样 是与生俱来的 紧接着霍巴克提醒伙伴 这样的事情 让他们有了对比 因为 他们需要使用最新一代的暴能枪 才能做到类似的破坏 说完 霍巴克用他的武器 摧毁了那些建筑残骸 同时表示 相比于这种能量攻击 他还是喜欢拳拳道路的爽感 不过他们这种级别的士兵 除了听话 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他的同伴连忙呼喊霍巴克 好像有什么情况 霍巴克转头看去 他们看到了一件 令他们恐惧的景象 这一刻 霍巴克觉得 弗利萨军团应该给他们加工资 因为他们的风险 跟收益根本不成正比 他们看到一座由尸体堆积成的山头 而山头顶上 站着一个塞亚小孩 这个小孩正是拉蒂兹 是的你没有听错 这个在后期看来 是个战武渣的拉蒂兹 在许多人眼中 也是遥不可及的战斗天才 他也有属于自己的荣耀和骄傲 这段故事看似毫无意思 也许他是想借此告诉我们 一个可以征服星球的帝王 在弗利萨军团 只能做最低级的后勤士兵 而在他眼中 恐怖如斯的拉蒂兹 在贝吉塔眼中 只是一个废物 而贝吉塔在弗利萨眼中 就更不用说了 回到现在 拉蒂兹和兰奇面对面站着 原本兰奇还没有什么 可他的目光往下扫去 发现兰奇没有穿裤子 害羞的兰奇惊恐地尖叫起来 并用手中的托盘 猛烈地击打拉蒂兹 拉蒂兹生气地问兰奇 为什么攻击自己 兰奇害怕地大叫起来 他没想到 拉蒂兹不但长得吓人 而且是一个流氓 出门都不穿裤子的 拉蒂兹更加生气了 他大声告诉兰奇 自己醒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又不是自己故意不穿裤子的 而且他受够了 他再也不想在这个地方 多待一秒钟了 说完 拉蒂兹朝着墙面发射能量 瞬间打出一个大洞 爆炸的余波将兰奇震退 他大声请求拉蒂兹不要走 他现在应该躺在床上休息 只是扬起的灰尘 让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导致他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兰奇 这一幕吓坏了拉蒂兹 让他想起了赛亚人的传说 他想问兰奇 是不是也是一个赛亚人 还不等他开口 兰奇拿起机枪 就被他扫射起来 这攻击把拉蒂兹吓了一跳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防弹的 只是壮壮很好奇 兰奇的这身服装 应该没有地方藏枪支啊 那他这枪到底从哪里掏出来的呢 一轮扫射之后 拉蒂兹并没有受伤 兰奇不懈地表示 自己早该想到了 孙悟空那家伙就不怕子弹 觉得拉蒂兹是他的哥哥 一定也不怕子弹的 听到悟空的名字 拉蒂兹问兰奇 他口中的悟空是不是卡卡罗特 他猜想这都是他的阴谋 一定是他在试图恢复并控制自己 随即他愤愤地表示 卡卡罗特就是一个傻瓜 自己不会让他如愿地 更不会放弃自己的任务 除非他愿意跟自己一块离开这里 只是接下来兰奇的话 让拉蒂兹更加吃惊了 那么兰奇和拉蒂兹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拉蒂兹又是怎么愿意加入悟空他们保卫地球的呢 订阅壮壮的频道 我们下期接着说